现在有罢韩四君子 现在还有罢韩四功臣 这四个功臣 第一个叫做柯志恩 陈其迈去看灾 他说大老婆还没走 小三就急着上位 柯志恩会讲这种话 我真的匪夷所思 当初韩国人在那边讲 我看着前面的女生的腿 小腿又摆 他在那旁边苦笑 为什么柯志恩会讲这种话 行政院副院长到自己的家乡 去看水灾 哪一点不对 陈其迈好歹还有七十五万票 如果他叫做小三的话 那柯志恩你是不是叫气腹 那再来王浅秋说 真的不能得罪作家你看 然后王浅秋说高雄人很好煽动 让我这是我最不舒服的地方 高雄人好煽动 对啊就是上次被你们煽动 选出韩国一当市长来的 那时候你不是很舒服吗 你现在怎么变成不舒服了呢 那我到底要怎样才能让你舒服呢 这真的是莫名其妙 这就在侮辱全高雄人嘛 你这是什么话呢 照你的意思就是就不是好煽动 不照你的意思就照好煽动 让你不舒服 高雄人问说 你王浅秋 还有两个 你有勾了 你有勾了 你王浅秋你舒不舒服 关我们什么事啊 第三个 唐湘龙 没有韩国瑜 高雄就没有未来 唐湘龙你好歹也是读过书的 你讲这种话像人话吗 这种话只有我们怎样讲 没有蒋总统就没有中华民国 只有死了两个蒋总统 中华民国还是好好的 你这种话根本任何人都不应该讲 我们不要说什么党派立场问题 居然讲没有韩国瑜 我们高雄就没有未来 是没有高雄韩国瑜就没有未来吧 你是不是讲错了 第三个 这个是协民进党的 民进党说 那个假如说 第四个 我们想听第四个 第四个大工程赵少康 赵少康说 韩国瑜八十九万票才当选的 怎么可以五十七万五就把它罢掉 赵少康 赵先生 赵总经理 你也对 你也确诊了 因为很简单 你确诊啊 为什么 你八十九万票当选没有错 如果你有这么多人 你出来反对罢免就好了 你为什么不出来 你好歹市长选总统 你都还有六十二万 是你们都不出来 所以我们才第一标五十七万五通过的 你只要多一个人出来 你们就赢了 是你们不敢出来的 你在那边讲靠腰什么说八十九万票 刚选的为什么五十几万票就可以罢免 还说国民党没用 找一个立委来把他罢看看 你看这是什么流氓鳖山的说法 所以我们期望这样的人 这种人越多越好 你想外国还想到这四公层 我每天就看就看到了 所以我们除了期望北漂青年之外 我们就寄期望于这些确诊的病患 他们能够继续的出来帮韩国瑜的倒忙 继续提油救火 提心救火 那我们就有希望 晚间十点尽情锁定 镇知道了